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網友聯想到的 卻只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一首包子神曲 吹捧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排隊買包子的親民作風 這馬屁拍得太矯情了 習包子從此成為嘲諷習大大的 另類封號 甚至還一度成為爛項 打中國中國就會跳出的 代表圖案 敏感的中共當局 在十九大召開期間 似乎下了包子令 如果在大陸網路上貼上包子相關照 就會被刪除 就連被說很像習大大的小熊維尼 也慘遭封殺 不過迪士尼真的神 早在五年前就曾剖出小熊維尼 布置如同中國帝國的蜂蜜桶 暗示習近平不放手 想當萬年帝王 如今迪士尼旗下的皮特斯動畫 乾脆直接把包子做成 動畫電影 讓習包子呼聲再次此起彼落 這讓網友們幾乎連連 認為中國應該會直接進播 小包子動畫恐怕得做好 放棄進軍中國市場的心理準備 三立新聞告訴您怎麼不老